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呢是你需要的工具和蛋糕模子等等 开始做蛋糕以前你先把这些材料准备好 首先要预热烤炉20分钟大约160度 将主食纸也就是牛油纸裁剪好放在蛋糕的模具上面 拿4个鸡蛋将蛋白和蛋黄分开 蛋白里面一定不要有蛋黄 如果有蛋黄的话你的蛋白就打发不起来 这个蛋糕就无法成功了 然后准备100克低脂牛奶 也有人喜欢用全脂牛奶更香滑一些 在一个热水的盘子上面再放上一个容器 放60克黄油 然后加上125克的cheese cream 再加上100克的web cream 牛奶放进去 然后把它搅拌一下 让它完全融化 也有人喜欢放在小火上慢慢煮 你可以随意选择 加入刚才的4个蛋黄 现在加上35克的生粉需要过筛 这样蛋糕才会香滑 再加上70克的低筋面粉 同样是需要过筛的 这时候你要有耐心慢慢的 让它完全的溶解在一起 在打发蛋白的时候 你要把60克白糖分三次 加到蛋白当中 蛋白要打到比较firm 之后呢 就可以加到刚才的那个面糊蛋黄糊中了 这个时候你要用刮刀 向上慢慢的搅拌 不要向下 向上一边慢慢搅拌 让蛋白慢慢的溶解在面糊当中 一边可以转动你的容器 刚才只是加了一半的蛋白 现在把最后的蛋白也加进去 一起搅拌一下 一边转一边向上搅拌 让蛋白溶解进去 最后要到完全没有颗粒的状态才行 像这样 这时候你的烤炉也预热好了 一切都准备好之后 我们找一个大的托盘 下面放上温水 把你的蛋糕模具放进去 用水浴法来烤 记住蛋糕模具下面不要进水 或者碰到水 烤炉放180度 先烤15分钟 之后再换成140度 烤60分钟 如果温度不均匀的话 可以转换一下位置 你看我的cheesecake就烤好了 你也可以用竹签来检查一下里面 要是你喜欢更甜的味道 也可以在cheesecake上面 再加上一层糖粉 糖霜 又到了下午茶的时间了 一杯香浓的咖啡 一块松软的 Japanese cheesecake 这个搭配才是人生中一大享乐 你也在家里自己试一试松软的 日式知识蛋糕吧 Please subscribe, like and share Thank you